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篇文章 咱们来聊一聊清朝时的一位名臣 之所以聊他 是因为其自身镇刻着一个极为特殊的标签有亲一招 他是唯一一个配想太妙的汉臣 他就是张婷月 张婷月家世显赫 媳妇张颖一位围观青莲 在康熙年间被康熙提拔至高位 全统宰相 受父亲影响 张婷月自小颇好人意之道 素有贤明 康熙三十九年 张婷月中进世 正式踏入仕途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其父张颖以元官至世还家后 康熙听说他在宫廷任职 就把他召开询问张颖的近况 在这次简单的君臣对答中 康熙皇帝对张婷月颇有好感 很是欣赏这个儒雅的后生 在康熙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 几乎每次出游都会带着 年轻的张婷月 至此 张婷月圣圆日龙 在日后的几十年里 成为了大清朝堂上全是最重的臣子之一 张婷月仁慈尊厚 十分反感贪污俯化的官吏 因此得罪过很多同僚 张婷月不仅全格约束自身行径 对于子女也要求颇高 一次她的儿子张若海外出赴宴时 被主人家的一幅画作吸引了过去 注目良久 主人见张若海很喜欢那幅画 为了扒进来赴张婷月 在宴会结束后就派人把画送给了张若海 一日 正在处理公卧的张婷月 发现书房挂了一幅先前从未看过的话 就把张若海叫来询问此画的来历 张若海位于父亲的威严 就竹筒子倒豆子一样 把实情说了出来 张婷月知道详情后怒火中烧 对儿子说 他们只看你父亲是皇帝进尘才会送你画 我张家的一切都是皇上赏赐的 你这是自寻死路 说完后 张婷月又让张若海马上把画送归原主 一时之间 这件事被传为官场家 话 康熙驾崩后 张婷月继续在朝廷担任要职 为雍正所看重 张婷月生性轻贵 不贪名利 在政治上又大有作为 所以 他虽得罪了很多人 依然没有影响他在朝中的显赫地位 雍正弥留之际 留下一兆让张婷月等人佐证 这还不然 雍正为了嘉奖张婷月的功劳 还专门下旨让张婷月死后拍享太淼 中卿三百年 故此殊荣者为张婷月一人 乾隆皇帝登基后 对张婷月一世尊敬有加 未有借贷之心 老年的张婷月已经无了早年间的经济神 为此 他多次向朝廷提出制式的请求 起初 乾隆皇帝还多有挽留 言 其有先招元臣致政之礼 奈何张婷月归去之心坚定 张婷月多次请求之后 乾隆终究允了张婷月的心愿 乾隆二十年 远离政治已久的张婷月 在家刻然尝试 结束了其漫长 又幸运的一生 张婷月以汉陈入佩太淼 中卿一招也仅此一例 究其内理 张婷月之所以获此殊荣 其无外乎清三代帝君对其功劳的包扬 参考资料 清史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9月5日 翻译陈选择 9月5日 第15中的责任 感谢观看